第31题 将甲乙两电阻器并连连接成右图的电路 若电池的电压为9伏特 且甲乙两电阻器的电阻比为1比2 则安培计A1及A2的读数比为下列合者 要做这一题呢 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好好的去算 就是带我们的公式V等于IR去算 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 假的电阻是1欧姆 你的电阻是2欧姆 如果要正确的写的话 应该是一个设为1R 一个设为2R 然后呢带进去我们的电压9伏特去算出来 因为我们只要算出笔值 所以这R在这里没有关系 最后会消掉 那要算这个A2的电流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算出我们的假的电流 要算出乙的电流 然后呢并连电流是两个电流相加算出来 或者呢我们可以算这个并连的总电阻 然后带这个总电压 然后去求这个A2的总电流 这也是可以的 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利用比的方法去算 因为这里是两个是并连电路 所以电压一样 所以根据V等于IR 那我们的电压如果一样的话 I跟R会成反比 所以现在呢电阻呢是1比上2 所以呢我们的电流呢就是2比上1 那这个电流有2 那这个电流有1 然后两个汇合起来会变成3 所以呢A1呢就是2 A2呢就是3 所以呢他们的电流比呢应该是2比3 所以我们第三实习题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A2比3 他问我们A1跟A2的读数比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A2比3